我的速效救心丸 一些情绪击落时打鸡血的话 每日心灵广播体操 开始 你今天吃的什么 今天吃的是三块鸡胸肉 然后六个鸡蛋 然后它就是 那个麦片 还有这个沙拉 对这个就今天吃的东西 你今天怎么锻炼身体的 今天锻炼身体的话是练肩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 做一个那个 高强度这种 间歇性锻炼 然后还是十分钟以上 你今天学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今天最重要一点就是 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 然后比分散精力做十件事情 对我来讲的话 要更高效 你今天学的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 最有趣的一个细节就是 吃饱了的话能开心一整天 你今天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当你觉得别人很可怜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 拒绝别人的 对拒绝别人的请求 你今天觉得最愧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愧疚的一件事情就是 不能给所有人都及时的做更新 你今天觉得最生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生气的一件事情就是 有些压在手头的项目还没动功 对 你未来想做什么 怎么能更好的像 这种需要减肥的人去推广这种 比方说像间隙性断食法 还一类的这样的方法 每日心灵广播起操 结束 OK下面就说一下今天想讲的东西吧 今天的话其实就是想分享几条 这个我这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来就是觉得在情绪低落的时候 可能会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些话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心灵鸡汤吧 然后只不过它是我把它叫速效救星丸 是因为它起作用这个非常的快 对 就是说它就是它的这个 首先如果心情绪低落的话 第一件事情如果我感觉情绪低落 第一件事情我会做的是睡觉 就是通过睡觉然后恢复一下然后恢复完几百分之一般问题就80%都解决了 但剩下有的时候还是比方说就是这种睡觉没有完全恢复 比方说睡的不够啊 还有等等这些情况 或者比方说一些其他的什么事 要急着处理啊 等等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的话还是不能够完全的就简简单单通过睡觉来解决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用这些来给自己调节一些情绪 然后增加一些动力 然后这个具体来说的话 就今天就分享那么几句话 嗯 我就现在一句一句把它这个朗读出来 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就令灵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中发一点光 不必等候聚火 此后如今没有聚火 我便是那唯一的光 鲁迅热风 这个是来自鲁迅的那个杂文集 然后再就是我看看啊 我们也许没有选择这个时代 但是这个时代选择了我们 约翰路易斯 这个是相当于一个一个这种活动家吧 然后他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能触动我的主要就是在这个时代这个点上 我觉得在这种时代的时候 就是时事造英雄吧 简单来说就是 等待 几乎总是意味着什么也不会发生 这句话是马丁路德金讲的 他是马丁路德金的话 就是美国的一个黑人运动的一个非常经典和知名的一个领袖 他搞的这种黑人运动的话 是以这种无暴力 然后为这个很重要一个特征 就是非暴力的这样一种黑人的这种政治运动吧 我最喜欢的一个词 行动 这句话的话是 其实大家说的人很多了 但是 我觉得就是从被认可的这种说法里边来说的话 最多的是叫爱慰慰 对就是爱慰慰最早 是这样讲的 你不能让一个读过书的人重新变成文盲 你不能忧辱一个荣耀加深的人 你不能压制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凯撒查维斯 这句话是 就是实际上是墨西哥的一个这种 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墨西哥的一个那个人权 还有做这种就是这种活动家 他所讲的这样一句话 就打动我的点就是主要是在这个 第一句话 当时我看到后觉得真的是挺打动的 就是说你不能让一个读过书的人变成文盲 对吧 就重新变成文盲 这件事情是 就是非常难做到的事情 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 就当时对我的出动比较大 没有什么比事实真相更加令人刻骨敏心 这个的话就是 这句话是 叫马克波伊尔 就是翻译来说的话 叫马克波伊尔 他说的 他是也是一个这种社会活动家吧 然后他在讲这句话 或者这句话打动我的主要 还是因为他对这种事实真相的这种重视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这种 比如说纪录片啊什么的 我就发现很多时候 从这里边能看到更多的这些生活的本质 有的时候真的是不需要其他任何的加工 不需要几些艺术加工 就只是看那个生活的本质 就已经非常的震撼人心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句话 对我就每次看到的时候 就产生很大的这种影响的原因 不是所有我们正视的东西都可以被改变 但是如果我们不正视问题 那他就永远也不会被改变 对这个话的话是叫做吉姆 想想叫吉姆什么呢 叫吉姆鲍德温 对吉姆鲍德温他讲的 这个他也是一个这种社会的这种 我怎么讲叫活动家吧 但是这句话对于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最有意思 或者对令我感触比较深的主要 还是他在这种要直面一个问题 或者正视一个问题这个角度来讲 就有的时候有很多问题 但是其实很大的问题 但是就一直放在那个地方不处理 或者不大家就不敢去正视 但实际上要从最重要问题开始处理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很对我出动比较深的 也是我学的比较觉得就是感触比较深的一点 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所寻找的改变 巴拉克奥巴马 这句话的话就是那个以前那个 美国的上一任那个总统奥巴马讲的 然后他当时其实竞选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围绕在这个改变 这个话题上面 然后在当时的话也是 这个话题也是得到了广大的这种 尤其是这种蓝领呀 还有一些包括一些这种 就是终极收入阶层的这种支持吧 就是核心的一点 就是大家都过得不好 那大家也都希望生活能改变 所以说其实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他当时说出来这句话 然后这句话最核心的对我的影响来说的话 主要是集中在这个 就是个人的成长和自我的成长这个角度上来说的 因为很多时候常见的方法是直接去改变别人 对吧 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 发现改变别人的话一般效率比较低 先把自己改变了 然后再去改变世界 或者说再去做很多事情 你就会发现效果和效率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学习点 这句话是 总有人会去做这件事 那为什么不是我呢 这个是安妮·贝赞特说的 安妮·贝赞特的话是 也是一个 我记得也是个社会活动家 然后他是 但是我忘记是不是在英国了 对这个 是不是在英国 我就不太记得不太清楚了 对他是 他也是就是在做一些很多这种社会这些活动呀 社会一些改造啊 实际上他这句话实际上 当时最触动我的地方主要还是在于 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就这样一句话 实际上就是长 因为他非常常见的是说 哎呀这个事总有人处理啊 或者为什么你要去处理啊 但是这个事情的话 他就这句话 他的这个逻辑就反过来 他就说既然总有人处理 那为什么不是你处理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当时对我的触动点 就在这个地方 以前这样说的是哎这个事 比如说这个垃圾你不清理 总有人清理什么之类的 但是这个时候的话 我刚才看到这句话 他当时说到 其实为什么不是我清理的时候 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这一点 就感觉大脑里那么穿打了一下的那种感觉 或者被被惦记一下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就是当时这个话 对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原因 我再看下一条啊 你的梦想必须总是能超过你现在能做的程度 如果你他不够大 不够 这个不够吓人 让你吓一跳的话 那他就不够大 对这个话的话 其实是叫做 埃伦约翰逊瑟利夫 好他来说的 这个人的话我记得是 好像是 我现在记得是印度好像是 我记得不太 不知道是印度还是 还是在墨西哥那边 就南美那边 这个具体的 这个人的这个来历 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他的这个 之前说这句话的话 主要的 就是这句话打斗我的这个点 主要就是在这个 他说 嗯 简单说就是一定要吓一跳这个地方 对就是你一定想象的那个梦想 一定要是让你 有一种吓一跳的感觉就是 就觉得想都不敢想 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 那这个梦想基本上就是 就是 真正对一个人 会产生 其他动力的这样一个梦想 否则的话 很多时候 说这些东西就 就是说 他对一个人的这个影响力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你要去改变你的一些行为啊 或者改变一些做法呀什么的 如果没有这种强大的一个 想法在背后去做支撑的话 其实 人的这个动力就是比较小的 会比较懒惰 就不太容易改 这个就是我的一些看法 最好的进入市政大厅的方法是在街头发出噪音 这个来自于 拜拉维德萨伊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人我记得没错的话 他应该是在纽约当时是一个女性 然后一个女性的一个活动家 他干的事是去帮那些 你们觉得当时的很多低歌 就是可能有一万多名低歌去 维护这个权益 所以他当时干了这么一个事的时候 他说了这么一个话 如果没记错是这个 这个情况 然后他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当时这个话之所以触动我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发现在 很多时候就是大家习惯性的一个做法是保持沉默 对吧 就是说好有问题也不说 然后就是就好像跟没问题一样 因为你沉默的时候 既可以认为是没问题 也可以是认为有问题不说对吧 其实他是有这两种情况都包含在里边的 但是他的这个观点 或者在这个地方强调的就是一定要去 你要想改变的话 你就得要去发声 而不是说或者行动 就是说 而不是说 就是在这好像就跟没问题一样 就在等着 这个从中国的古话可能就是说 叫会哭的这个孩子有奶吃 但实际上本账就是说要发声的意思 不能说好像就就在那等着什么也没没做 这个是尤其是我发现在西方社会里面 特别重视这一点 想象我们每个人都是联系起来的 而不是被比来比去的 这个话来自于格洛利亚 斯泰纳姆的这个 就我一般是知道是英文这个部分 但是中文这种有些名字翻译过来以后 就感觉特别 读一些特别怪 对 所以就 这个首先是 这个人的话 我现在记不太清楚 好像 嗯 好像是在欧洲 对 是在欧洲的一个人 然后当时也是个做 活动家的一个人 对 当时他说的这个话 然后这个话的话 他的背景是什么呢 就这个 或者对于我来讲 最主要的出动 还是说他这个话 其实 其实当时 那个英文里面 主要 是强调的是 要去这个叫排序 就是有点 比方说像 国内可能常见是什么论姿排背 对吧 就是说你 一个事 本来是该怎么处理的话 不按照那个 那个事情的处理的顺序 而一定要按照一定的资历 好像说好像 一个人资历多了 就他就会 画的自然就变得对了 就是他这话 就是一定是正确的 嗯 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 当时对我出动比较大的点 我当时 对这个点的话 最主要的这个反思就是说在于 就是他 很多时候就自然而然在生活上 就会被比来比去 这样的话 其实就 对这种 个人的这个独特性 就是伤害比较大 因为你比 比来比去的话 就会 像比方说考试对吧 考试的时候就是点心的在 比来比去 那实际上的话 生活中 很多时候不是像考试那样 尤其像高考这样的 其实一生 一辈子也就体验一次 对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真正的这种社会中的这种 每个人的话 他都是在 核心在于提供自己的这种价值点 而不是说去 一定要和别人去比 什么东西 而且要从这种比较中去 建立一种个人那种自信 好像说我比你有钱 好像我就 更自信一些之类的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 是有点偏 就是走偏了 而更重要的是 知道每个人其实都是联系起来的 就是说 这个地区的人 你可能泛滥洪水 那和另外一个地区的人好像看似没关系 但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这个 这个地方你可能他就没法产一些 他本来应该产的一些粮食呀 或者说 水果呀什么的 那 就会造成其他地区的这种资源变 被短缺相当于或者说物资不足等等 就很多时候社会都是联系下来的 再更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像这种 新冠疫情对吧 像新冠疫情的话 其实如果只要有一个地方没有完全 治愈 那那个地方就还是有可能会传出来 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根本是控制起来就很难的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 就是所有的人其实是联系起来的 而不是说简单的比较 好像说 我就先把疫情控制住了 然后就好了 其实这个短期或者短视的想法 长期的话就是说 怎么样让所有人都能够受益 所有人都能够从中得到这种好处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点 也是当时这句话就是比较打动我的点 对 这个就是今天想分享的这些点 然后 就说到这里好 拜拜